昨晚晚上停在一個停車場 然後早上7點多就覺得外面那麼吵 結果 早上好像變成了一個市集 然後才發現對面那些菜市場 去逛一下吧 去逛一下吧 我們要去逛一下 我們要去逛一下 一場晚上停車場 我去逛一下 我們要去逛一下 好 昨天下午到潘之花 潘之花也是個三層 跟重慶很像啊 路上下下的 開車超難開 炮紅燈起步的人怕洗火 只是這邊人口密度好像沒有像重慶那麼高 所以沒有那麼多建築物穿來穿去的 沒有那麼魔幻 現在穿五袖的 就現在這邊潘之花 白天要二十幾度吧 超熱的 然後上網看一下好像是因為 洋流的關係 好像就會有印度洋跟太平洋的洋流 在這邊匯集 所以氣候非常溫暖 像我二月底在成都的時候 氣溫都還是隔位數的 冷到死 然後像在這邊 哇 熱到不行 然後穿無袖的還是捲色 所以這邊好像 特色就是很多熱帶水果 我看市場有很多賣 琵琶 橘子 草莓 我抱著 草莓好像不是熱帶 那這邊也有很多養老院 好像很適合退休的一個地方 然後它旁邊那個就金沙江 然後被金沙江環保的一個城市 空拍看起來很漂亮 但實際上現場看不太出來那個壯酷的感覺 就對了 謝謝你們 好 謝謝 derniè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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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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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